这段标注为奉天事件在继续的交变影像 真实记录了1930年代初长城抗战爆发前后 侵略和抗击侵略的日中双方国内围绕战争而进行的活动影像 918事变后 日军迅速侵入中国东北各地 就在中国国内以及国际上要求日本停止继续入侵 从占领的土地撤出去等一片抗议之声中 日本天皇御人依然在其国内亲自进行了军事动员和大阅兵 声称要维护其所谓的权益 并不理会他人包括国际联盟的态度 继续动员部队开赴中国加入侵略的行列 对中国东北的入侵令日本攫取了大量资源 让其原本相对落后的中甲部队正在加速扩建 另外其军国主义教育和武士道精神 使得士兵具有十分凶猛的战斗力 以及狂热的侵略思想 面对日军的入侵 由于未能有组织的抵抗 整个东北在数月之内全部沦入日军之手 之后日本还扶植建立了为满洲国傀儡政权 而这些侵略者们被看作是攻军部队 一部分被召回国内时 还受到被灌输了军国主义思想的大量狂热战争信徒的热烈迎接 这些侵略中国东北之后 归来的日军被看作是日本的英雄 他们将接受被他们奉为神的天皇陛下的亲自检阅 以彰显参与侵略中国东北成功建立为满洲国的众日军的功劳 中国东北地区的沦陷以及为满洲国的建立 并没有让日本得到满足 日军开始向长城及河北省发动进攻 目的是夺取平均吞并华北 华北危机 平均危机 保卫华北的第一战长城抗战拉开帷幕 中国多个派系军队 不论中央军和西北军还是禁军和东北军以及其他杂牌军 都被组织起来共同抗敌 华北军第一军团长于学中在天津检阅部队 表示已做好与日军最后一战的准备 实际之下 表现得很紧张的还有驻扎在北平的美军部队 如应对曾经的北伐军一样 他们再一次设立禁区开展军事演习 其敌手并不固定 那就是可能会威胁他现有利益之人 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官兵奋勇拼杀 虽然付出重大牺牲最终失败 却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并阻止和延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 我们期待会议和传闻的一切 如果您可以在海中寶寻宏 那边就会议我们在海中导宏 是最后一切的选择 我们在海中导宏 是最后一切的选择